這個禮拜有一個經歷的 就是我一個弟兄 他本身是paralyzed 坐在鱗椅上是不能動的 我想分享的是 其實我們大小事情 有時候都是需要找耶穌去幫忙 我會說這個弟兄 一個paralyzed 他是中了一盤筆手術 他是不能動的 他告訴我他事緣 他每一個禮拜大概只得 整天都會有別秘 他最初我也不知道 但因為我自己曾經有做過一些不理的事情 和我自己都曾經經歷過這個痛苦 他會說他會有很多人 可能是身體上很難啟齒的事情 他就說他會吃中藥 但我說其實你可以經歷到耶穌可以幫到你 他吃了 他吃星期四有 五六日都沒有 要到星期一才有 因為我自己有經歷過 就知道有時候去到這些地方 人會很紛 還有會有一種變化 他剛剛那天 星期一他打了一個WhatsApp給我 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他 其實我當時在處理自己的心理問題 可是我替過便宜 我問他 他說你告訴他 他還不要幫他 我只能付一個很簡單的祈禱 我只能付耶穌的名字 祝福嗎 那我還要幫他 他幫他搶 讓他可以… 我相信耶穌可以儘快儘回這個牌 只是一個很簡短的動作 大概一個多小時後 他就說要儘回那個牌 其實這些是很小事 但我覺得有時候在病人裡面 很細微的東西 我們有時候都可以馬上去求求 因為很需要的 即是馬上去 所以說有時候可以的就求 代求 因為代後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們多一些 有時候可能我們逛街 我們不知道會遇到什麼 但有時候一遇到的時候 其實可以馬上去讓人去though 可以立即遇上去 OK 剛剛有位弟兄分享 Penskke 我覺得很勇敢 當他們很勇敢 他們 até來 Bugün 也一個很移動的 这是一个进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放胆地做 我会简单地说,第一我欣赏你的勇气 我简单的提议是什么呢? 在声音上放胆一点,这是第一个大进步 声音放胆一点,还有动作 譬如他说他辛苦,面表很辛苦 你都可以说他很辛苦,很不碰 你都可以说到那种争扎,就是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为祈祷有没有作用呢?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 他有一个问题,我为祈祷有没有作用呢? 会有这种担心,都可以分享 或者你里面有争扎,我决定放胆去做 祈祷之后,他居然痊愈了 你立即有一种感情的反应 那个说话就比较震撼,比较强 你最后也有鼓励大家的 就算你觉得很困难 或者你觉得好像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你都可以试一下这样做 就为人祈祷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或者一些鼓励你可以提升的地方 一定会的 当你放胆 放胆,你就会能够分享有信心 我讲一讲 就是做习惯讲道的人上台 和一个不习惯的学生 为什么有很大的分别呢? 其实,你看到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习惯的人 你会看到他一讲的时候 他不像自然 而且好像不会害怕 他有信心 就像我用一个例子 妈妈在家里说话 他为什么要 我现在对孩子说话 他不会害怕 当然,妈妈在家里说话 未必是最好听的方式 我们在 我们宣讲神的话 应该用一个 人们听到觉得被鼓励 被安慰 一个人听到会得到帮助的方式 不只是有信心 信心是其一 就像你在家里 第一个学校 好像在家里 告诉别人听 那种情况 也是一个方法 令人觉得神很好 很想告诉别人 这个 在我的教导上 因为很强调的 就是法阳神声称 这件事 最重要是看到什么 是看到神就是听人祈祷 神就很乐意医治人 神很乐意祝福人 并且有一个能力 这个就是宣扬神的恩典 一方面是有信心 另一方面是说神的恩典 另一方面 说的时候也很开心 很舒畅 这样就有影响人的力量 就是这事 是使你 是有信心 对 神的恩典 很难受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我